粉丝提问,为什么突变团禁的子弹是固定刷新,不是直接刷在玩家的背包里呢?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原因一,给丧失机会 如果子弹变成了直接刷在玩家的背包里 那玩家没子弹根本不慌 等着时间到刷新就好了 一点点风险都不用去承担 而如果像现在这样固定刷新 那玩家没子弹就要冒风险去减 不然没子弹就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 这样也是变相给丧失创造抓人的机会 原因二,刷在玩家背包不现实 虽然突变团禁有很多不理事的地方 但是这个模式的机制还是很符合逻辑的 你刷子弹这种战略物资肯定是会在地图上出现的 不可能一下子跑到玩家背包里的 这就太假了 只有固定刷新才符合现实逻辑 原因三,限制人类子弹数量 突变团禁每次刷新的子弹数量都是固定的 每一种子弹刷新多少都是计算好的 因此一局游戏的总子弹数量是固定的 这样做就是为了平衡人类和丧失 如果是直接刷在玩家的背包里 那每局的子弹数量就超标了 人类就会太强了 所以这三点才是固定刷新子弹的原因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